将一棵上百年的红木放倒 仅仅需要几班斧 但像这样的红木 其价格也至少在百万以上 在高昂的利益面前 他们丝毫不会停下手中的动作 但是这次他们要失望了 因为红木树干被其他树枝缠绕 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放弃这棵近百年的大树 老布之前是一名森林守卫员 因公司一直拖欠工资 还将老布无情解雇 为了报复 老布直接化身砍伐者 临行前 他们准备了各种生活用品 而这一去便是数月之久 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 红木因受一些国家的过度追跑 很多大老板会高价收购 从而遭到大量的砍伐 因其缓慢的生长速度 让很多红木濒临灭绝 老布一行人乘坐木法 也是为了躲避巡逻队的搜查 马达加斯加的丛林 生存着各种毒虫 这给寻找红木增加了不少障碍 为了养家糊口 他们不惜跋山涉水 沉重的物资让他们行动迟缓 要想到达红木区 至少需要不仅一天的时间 但这一切在他们眼里都是值得的 过度的砍伐 导致丛林中几乎看不到红木的踪迹 想要找到一颗50年以上的红木 更是难上加难 但他们似乎很幸运 老布抬头望着这棵参天大树 20年的护林园工作 让他很清楚 一根红木能生长到这样的高度 需要的时间何之百年 老布仔细环顾着四周的情况 他要为红木找一个倒下的绝佳位置 因为周围大量的植被 会影响他们的进度 大概确定好位置后 老布开始了砍伐 由于怕被巡逻队发现 他们只能用最原始的砍伐方式 此时红木霉红的颜色显露出来 这种颜色被视为财富和尊贵的象征 在立府的无情砍伐下 一颗生长百年的红木硬生倒地 但长长的树干 在周围植被的阻挡下 并没有完全倒下 这也是老布最不想看到的 因为没有电锯 他们只能逐个砍伐 基本砍伐一棵红木 至少要十棵其他植物陪葬 但看这样的情景 周围的数十棵植物 都会无疑幸连 砍伐了几十棵后 老布感觉 红木还没有倒下的椅子 于是打算 从中间拦腰折断 这看起来 也是目前最好的办法了 随后老布 又开始了乌青的砍伐 蚊虫的叮咬 和剑起的木屑 让老布眉头紧锁 他们会采用车纹战术 以此来加快砍伐的速度 原始的斧头很容易脱落 老布表示 划伤手指已经是家常便饭 有一次斧头脱落 直接砸到同伴的头上 这也是老布砍伐红木以来 最大的一次失误 经过不间断的砍伐 粗壮的红木再次被截断 随后众人合力开始撬动 但即使截断了一半 粗壮的树干扔 无法倒下 而根部的红木 由于裁剪的太短 根本卖不到合适的价格 艰难的运输 让老布不得不放弃眼前的红木 秉着得不到就毁掉的原则 老布硬生生地用斧头将其毁掉 即使带不走 也不会留给别人 他们丝毫不会再以红木的感受 反而让他们最伤心的是 白白浪费了几个小时的时间 接下来的几天 老布等人一直在从林中穿梭 但是始终没有找到一颗合适的红木 随身带的物资也消耗得差不多了 就在大家失望之际 队友却在一处杂草中 发现了一根现成的红木 由于运输起来十分艰难 很多人会将合适的红木砍好藏起来 饥饿的老布 怎会放过这唾手可得的机会 他们首先会用斧头砍出一道凹槽 并将随身携带的绳子捆绑在凹槽处 这样的操作能大大加快运输的速度 由于大陆有重兵把守 他们只能以这样的方式运输 距离外面接应的地点有30公里 但崎岖不平的道路 让运输起来难上加难 仅400公斤的红木 在花行时会有巨大的惯性 如果被击中 星则伤金动骨 重则全村吃袭 经过5小时的拖拽 他们也仅仅运输了8公里 在到达有水的地方后 运输起来会方便很多 水的福利加上光滑的鹅卵石 能让他们省去很多力气 在休息的时候 身上的疲惫感瞬间贯穿全身 在他们眼里 只要能赚到钱 自己再苦再累都是值得的 短暂的休息过后 他们又开始了拖拽运输 湿滑的下坡路 让速度增快的许多 前方是一处瀑布 而瀑布也就意味着 他们到了丛林的尽头 眼前一条河流挡住了他们的脚步 但这难不倒他们 将携带的内台充满气候 便可以做成一个简易的批法艇 将红木捆绑在批法艇下面 可以一路顺流而下 这也是运输红木最危险的一段路 而这样的操作 离不开过硬的八字 湍急的河水 仅靠一根竹竿 很难保持平衡 巨大的冲刷力 让批法艇随波逐流 一根竹竿根本起不了多大的作用 在一处激流中 竹竿被拦腰折断 无奈小哥只能将竹竿扔掉 仅靠两只手控制平衡 最后经过五小时的漂流 小哥将红木安全送达 老布一群人 已经在此等候多事 随后合力将船身清洁 将红木装载上去 又将船底的河水全部逃出 将一些衣物行李掩盖在红木之上 以此来迷惑森林巡逻队 如果能成功将红木运回 他们每人至少能获得一千美元的收益 所以说 最后的行程 对于他们来说至关重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